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凡帮庄应该弹笔的包装都一样 但他新的那根没到 他有一根新的那根就活塞干笔 那个我没有很大兴趣 我买的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价格的话 我有点我都有点去想去买别的那个活塞干笔 或者我直接一步到位去买百利金了 就百利品因为三文堂的比 说实话呃我个人来讲我不是特别感冒 真实话不是说他比不好真的不太感冒 就他比很实在好那个不说那么多 然后还是一样哇 我觉得这品牌的比颜色上面你没什么好挑的 颜色上面应该是可以满足你了 然后大小先看一下大小吧还是一样 例行公式呃看到小时候反正就呃 我不懂为什么是两个原作上一根的话 那个呃那个什么308的话 它是模仿那个呃149的那个完美尺寸嘛对吧 然后这个反正就尺寸反正也是一样 两根的长度一样都是那个这个反还短一点 呃因为上次那个是14.2嘛 那这个短点13.8左右前面两头有点小尖这样子 就尖尖的这样子有点小尖抛抛尖的 然后啊我已经先放一遍 然后再下来嗯整根比是啊不是吧 然后那个绿色反正挺毒的还是一样同一个问题 呃他这个这个跟这个不是一个键 然后这个跟这个也不太确定 反正他就是反正我不太确定了 但是这个就是说你能很低价去买到一个你喜欢的颜色了 我觉得是不差反正是还是ok的这样子 反正就为了颜值嘛买他的话反正还是很而且眼前亮 他正乱很多人喜欢的 然后呃手感上面来讲我觉得308会好一点 这一根的话手感也不错也捏起来还是很到位 反正就看一下嗯但其实每次量这个不是很准 为什么他比过的长度不一样 然后导致还是这样量吧 但通常我觉得这么量意义不是很大呃 12.8反正就这样子12.8吧差不多 你们大概看一下你们自己手呗 然后就呃可以幻想一下这样子 然后反正一样也是这么拧呗 好那个反正一模一样就照着一样这样子拧的话 反正就同一个西莫西肯定口径也是一样的 我我估计都是那个359那个 但这个比也是一样哇那味道有有我开始有点受不了啊 哦是这样子反正那个斜杆的话比肩我我我估计他们两个是一样的 而且而且总成应该是同一个件 我试一下呃哪一下另外一个来对一下这个哇这味道 哎但是应该但是你看果然是尺寸是一样的 有点啊总的尺寸肯定差不多了就是这个然后我再对进去可能口径不太对 可以可以不会晃对还是可以的对也就是说嗯哎呀嗯 但是说反正尺寸肯定差不多但是这个怎么讲不是特别有诚意这个就是说比我什么都不换啊 当然也了解现在做产品都这样子嗯好那个非要不多说 我们先那个看一下反正就颜色上面嗯嗯我觉得大家去网站上面看会好一点反正就是呃 呃品质上面来讲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就是说品质肯定是到位的了只是说呃看你们大家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呗 因为我也不太懂你们喜欢哪一种干笔说实话 但是我我还是没太懂就是说哎插一下呃我还是没太懂就是说他这个吸木器里面有一个弹簧这个地方有一个弹簧我就不太懂这地方干嘛的 好那个就还是一样好继续这样子呃我我再把一点木给挤出来这样子 因为这根笔呃虽然说还是ok但是还没到那个我还没到那个很出色的那种感觉所以就呃最后洗完估计也是一样呃当做磁上然后那个捐出去这样子 嗯除非是我那个特别喜欢呢好那一个一样那个弹簧啊对我都说了是一起的所以说刚刚那个在我把它折一折 这个呃好那一个好我们先那个这个是我看一下是多少 对323323323的话反正就一样弹簧哦鞋感一模一样哇 我现在轻的 ok呃一模一样跟那个因为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另外一根的那个266的那个 我刚刚做那就说这两个真的是那个什么就是一模一样他的那个鞋感就算是同一个笔尖呢我意思就是反正就一样呗你看再对比一次回去 我字还是一样的丑了啊 然后就对 那还是无印的保保障好那个对就这样子呃反正就是这两根笔反正就是弹笔吗对吧呃弹笔的话就这样子呃 两个说当新的那只我不确定但是他的323和266这两根笔的那个总成还有他的笔尖是一样的基本上就看你喜欢哪一根杆而已就是说你喜欢哪个形状那这个拿起来就是说我手这么捏手就去这根的这样子捏怎么说不写的时候这么玩来玩去就是想没有灵感我就手这样子弄来弄去或者转转笔这一根的手感好但是如果说真的写那一根的 他毕竟他是模仿那个149那就说说我觉得呃那一根我建议大家买那根吧这根就还算了吧这根而且这根好像还是贵一点的我记得是大概就这样子反正就而且新模型什么你看到也是一模一样我觉得 没有整根的话其实说实话那个美关性的话我觉得还是那根比较好了呃然后这个你看整根的话其实还是就那个好看这样子好那一个所以就今天评测就到这里呃那一个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啊谢谢大家